要是因为你 偷偷拉拉的 让这么好的媳妇 给跑了 我拿你试问 棉花糖呢 您是不是想吃棉花糖了 胡说八道 你这棉花糖哪能吃啊 你把棉花糖吃了 谁给我玩 糖来了 老雷总 棉花糖 棉花糖呢 爸 您手上不拿着呢吗 余政 老雷总说的棉花糖指的是杜小姐 余政 你不知道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 都是杜小姐伺候老雷总 她呀 经常给老雷总买糖 老雷总 就给起个外号 棉花糖 段叔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这件事情 你以后就不用再麻烦杜小苏了 行 你放心吧 余权 儿子 快来 打扮 着 我 敬 学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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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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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谁呀 我怎么一个不认识啊 婉华 对 我要找的是婉华 您还记得她 婉华是我爱人 我把她弄丢了 是我的错 我得把她找回来 爸 这都几点钟了 她都走了那么多年了 您找她干什么呀 你胡说 她刚才还在这儿呢 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走 爸 我去找她 你上哪儿去找她呀 老雷总 你这是怎么了 棉花糖 棉花糖 慢点啊 来 拿着 你看看 还是棉花糖对我好吧 来 眼镜得摘了 一 一天在我气我 好 爸 爸 以后啊 我答应绝对不再气您了 好好休息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爸 您误会了 小苏 棉花糖她 是我的朋友 人家还没结婚呢 没结婚 你们到现在还没澄清啊 那她 怎么天天在我们家 这可不行啊 要是因为你 偷偷拉拉的 让这么好的媳妇 给跑了 我拿你试问 你怎么还不字幕 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说开会吗 你就不像我 想当年 我可是天天吃住在公司啊 才能把雨天做到现在这么大 做老总的 哪能像你这样休闲呢 是 是 她现在马上 她马上就走了 嗯 敢不听我的话 来 躺好 以后她要欺负你 就告诉我 我收拾她 好嘞 好了 您该休息了啊 来 闭上眼睛 来 这一天 把你累得够呛吧 打给你了 没什么 脑中风的病人就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又糊涂 而且 也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这些都是正常的表现 所以你要特别有耐心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我爸 现在就是我的遗妻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情人了 再怎么样 我也得照顾她 这是你妈妈吗 你妈妈长得真漂亮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特别有气质 我只是听说 外公家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大户 她们是我妈妈为掌上明珠 当时我爸认识我妈的时候 她都还是个穷学生 她们俩的婚姻 受到了外公和外婆极力的反对 那你妈妈 一定特别爱你爸爸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可是随着我爸的事业 越来越忙 他们两个就开始吵 越吵越凶 算了 不聊这些了 其实长辈们的感情 我们做小辈的很难去评判 谁又能想到 邵怡是我爸的初恋呢 他是那么地反对我跟振荣 可是说实话 我从来就没有真的怪过他 只能说造话弄人吧 对于过去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将来的事情又难以把控 所以还不如乐观地面对当下 好好地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不好意思 我说多了 你的工作室刚开张 应该有很多剩下忙吧 我爸这边 就不唠你操心了 雷宇峥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照顾老雷总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我明天 还是会过来看望老雷总的 我先走了 和老雷总 有两个人 在某天掌 什么来说 在某天掌